離職員工拍下影片控訴 今年八月 知名的警因痔瘡診所 這名拱心男子 在診間幫病患打針 但他非醫療人員也不是醫師 卻幫患診看病診療 根本是密醫 更有病患片PO文 拱心男子幫他看診 說他有八顆痔瘡 是3.5級很嚴重 而診間做的肝臟療法 全台只有他們做 問他用什麼線綁 說是秘方 開了藥膏 也說是特製 但沒有任何標示 回去一查 只是常見的局部注射硬化劑 衛生局接獲投訴 連續兩天前往稽查 確實發現拱心男子 非醫療人員執行醫療業務 也追查診所過去記錄 他已經是壘犯 診所遭勒令停業一年 查查發現設有非醫師人員 執行醫療業務 龍流非醫師人員 執行醫療業務 及護理人員 未依法職業登記等違規事項 他沒有接觸病人 他只是從方協助我而已 不要誤會 都是外面的謠傳 衛生局有來機場嗎 有 昨天有來 我們查的一切合法 症狀診所被機查到 面一看診 合格醫師還在幫講話 衛生局依據醫師法 為著可除六個月以上 五年以下的徒刑 得病科新台幣30萬元以上 150萬元以下罰還 診所遭停業 還得移送地檢署偵辦 三星圖用全數週 高雄報導 放到這裡面來 然後我們把這個橡皮圈 給他放上去 你看 就這樣 合法醫師示範著 痔瘡手術常用的治療方法 鑷子套住橡皮筋 手法必須要精準而專業 高雄知名的警員診所 沒有執照的人員 幫忙開刀治療痔瘡 他的身份 並換稱他是老院長 也是診所員工口中的 老闆發薪水的人 73歲的公姓男子 不是第一次被逮到當密醫 透過司法判決 一百一十年的八月 他被揪出幫病患開刀 一顆痔瘡所價三千元 他經手的患者 痔瘡數量多達十顆 每人手術代價四萬元不等 其中就包含了奧運國手 在高雄開業超過三十年的 警員診所 之前人士表示 一開始是公姓男子親人所開設的 他接手之後 聘用了醫師 藥師和護理人員 這藥師就是幫忙 好像有承擔一些罪責 好像有被忘顧 所以我覺得他很好 醫護和奧運選手的糾紛 讓公姓男子學歷也曝光 自稱王醫師高中畢業之後 到中國就讀醫學院 其實在台灣並沒有任何的 醫學相關經歷 一開始在診所協助 將解病情 結果拿起了儀器幫忙治療 老診所因為廣告順口6 不能向流血低頭 不能讓疼痛超越而爆紅 違法狀況被舉報之後停業 網友也用對聯來回應 形成諷刺對比 三立新聞 注意人 黃志忠 高雄報導